今天很高興 李博士跟我們分享一下 怎樣用疲民分析 可以改善親子的關係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發現 來找我們都是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在一個家庭裏面 都是不同的 當然父母我們知道 一定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來自不同的家庭 但是小朋友 可能一對夫婦 可能參加了兩個、三個、四個小朋友 但是三、四個小朋友都好 其實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 就是說我們要面對這麼多獨立個體 其實一對夫婦 其實就會很困難 因為我有學習方式 太太有學習方式 如果純粹靠股 我們股種的機會很低 六個號碼 好像六合彩一樣 你中過沒有? 還沒中過 還沒啊 即是說靠股 非常之困難 也可能會面對很多的錯誤 挫折 在關係裡面出現挫折 就會影響了一段關係的成長 而我們都知道 其實家人的關係出現問題 很直接影響的一定是 學習的興趣 即是說小朋友 在一個不理想的親子關係裡面 他很自然就會沒有興趣學習 從而可能也會影響很深遠 所以這個課題 其實我們面對過過萬個的家庭 我們發現了解 是關係建立得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想其實大家 如果在看這個頻道 可能都是一些成年人 成年人可能你都曾經試過有 好好的伴侶 或者好好的朋友 其實通常跟好朋友最大的特質 跟其他普通朋友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特別了解這個人 通常你特別了解這個人做什麼呢? 可能你溝通了很多 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關係在裡面 但是跟小朋友的分別就是 其實小朋友跟你溝通小時候 很困難的嘛 嬰兒只會哭 笑和吃 那我怎麼跟他建立關係呢? 因為很多家長 都覺得很困難的東西來的 特別是 一些學習的困難的小朋友 他們情緒很多時候都受影響 小朋友的情緒受影響 家長的情緒就更加受影響 所以我很相信 譬如面對這些學習困難的小朋友 其實這些家長 他們的情緒都很大口言 我們有一些案例 譬如這個案例 其實是一個馬來西亞籍的家長 他專門在馬來西亞 飛過來香港找我 原因是什麼呢? 小朋友在馬來西亞 已經判斷了 是一個阿士保加症的小朋友 現在統一都叫一個自閉症的光譜 但是一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在馬來西亞 就一直做治療 做了幾年 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 來到找我的時候 最主要關注的就是 究竟這個兒子 究竟大腦的先天結構 如何影響著他 而我們發現 他的大腦有一部分 在輸出的部分不平衡 由於小時候 輸出的部分發展得比較慢一點 我們就用上次提過的工具 例如醫學共振音樂 就會令到他的輸出的腦區 增加快一點 我們發現 由一月份開始 我們就給他很多 腦區平衡音樂的刺激 當中 可能當他做初期治療的時候 他面對很多問題 究竟小朋友出現這樣的現象 正不正常的呢? 需不需要特別注意關注的呢? 我們特別安慰他 其實這個小朋友 當治療的過程 他面對了這麼多年的學習問題 其實有些負面 情緒積墜等等 大概三個月左右 我們由一月開始接受 到四月頭 三個月的治療期 我們收到 這個媽媽一個 很鼓舞的一個電郵 他跟我們提到 小朋友現在的現象 學習的部分 甚至表達溝通的模式 基本上 跟普通小朋友已經沒有分別了 即是說 其實透過幾個月 平衡大腦的一些被動的刺激 基本上 他的問題大致上已經解決了 即是說 其實原來能夠掌握一個人 改變他的學習特性 甚至乎他一些情緒的表達 其實直接影響小朋友 跟那個家長建立的關係 而更加重要的一點 這個小朋友的得性 基本上 是遺傳至他爸爸 哦 所以原來他爸爸的 平民分析的報告 和這個小朋友的報告 很相近 爸爸小時候的狀況 就很能夠想到 究竟孩子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那爸爸特別知道 兒子需要些什麼 譬如跟他溝通的時候 爸爸可能的效率 就會好過媽媽很多 那即是說 原來一家人一起去分析了之後 其實大家的差異就會看到出來 即使你一家六口都好 不同的人 其實我們要注意些什麼 爸爸媽媽的分工是怎樣 四個小朋友 可能大那兩個 就跟爸爸似的 爸爸處理容易一些 小那兩個 媽媽跟他似的 媽媽做決定容易一些 所以就算選擇一件事 譬如學校 四個小朋友 是不是一定要讀同一間學校呢 如果能力許可 或者時間許可 是不是應該選對的學習環境 給每一位小朋友呢 這個呢 都在報告裡面 都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了解得越多 基本上對於家長去掌握 我們怎樣跟他建立關係 或者怎樣體諒你的小朋友 從而慢慢建立一個 良好的親子關係 溝通的習慣呢 這個在一個疲民分析裡面 都可以幫到大家做到的 哦 原來是這樣的 真是很有用的 接下來 李博士就會透過疲民分析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題目 怎樣去改善這個關係的呢 怎樣的方向去選擇這個 適合他的學校呢 那好吧 下次大家留意一下 拜拜